非常感谢大家出席 我们在全国无常的巡回 讲座的第一场 我想今天 在马来西亚 整个教育的这个政策 我们都是希望说 录取最好的那些学生 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需求 都需要这个 distinction 而且如果你是要到华小 比较华文这一科的话 你的华文一定要拿A 我们要确保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 尤其从华小开始的华文教育 的水平一直是保持一定的水平 那今天经过师范大学的培训 它是一个五年的培训 所以是非常专业 把这个SDM的考生 训练拿着这个学识学位 degree 成为全方会的了解教育 这个理念的老师 所有在大学教育系业的人 他们只能够进入开放和新的 就职市场 没有说教育部一定要配进他们 但是如果你进入我们的 师范大学者是教育部开放的 教育部就一定会有聘请 在我们的巡回讲座里面 测试所有要成为老师的一四个人 这个测试它专业到能够理解 从你的回答就知道 到底你有没有成为老师的这种资格 所以并不是说成绩好很有热忱 我从小的自愿就是成为老师 那这一点不足够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老师 这个老师的行业真的不容易 但是同时刚才也说福报感大 因为真的是为国家培育英才 那这一点我们也永远不会忘记 没有我们的老师 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拿了这个 伟论状成为老师 我们也希望你成为别的孩子 永远不会忘记的儿子 那今天我非常感谢大家到台 聆听今天的这个分享会 我希望说大家在3月10号 正式开放申请的时候 能够积极的事情 那么勇敢的去挑战这个行业 做好准备的话 教育部欢迎你 感谢观看